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的摄制组就来到了广西横县 去看看那里的农户是如何科学养蚕 让这美丽的幼小生灵为我们创造丰厚的利润的 蚕的诞生从卵开始 卵像芝麻那么细小 只有五百至六百微克 刚产下时卵力是淡黄色 经过四到六天 卵力就变为灰绿色 在适宜温度条件下 残卵孵化需要九至十一天 到了幼虫生长阶段 就是土丝产丝阶段 幼虫从卵力中孵化出来 身体很小 长得像蚂蚁 被称为乙蚕 乙蚕涉食丧业后迅速成长 体色逐渐变成青白色 它们的小身体 可是要经历多次挣扎蜕变 才能成长 你看 它们把头高高抬起 净力不动 这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 这到了它们睡觉的时间 这个姿势代表休眠 等它们休眠醒来 还会退一次皮 对于它们来说 这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根据它们这些特性 每休眠一次 就增加一零 也就是长大了一岁 一般生产上 普遍采用的四绵性蚕品种 也就是说 从乙蚕到吐丝结茧 共休眠四次 从孵化 收乙 至第一次休眠的蚕 成为一零蚕 第一次棉起后 至第二次休眠的蚕 成为二零蚕 一直生长到五零蚕时 它们身体长到了极致 体色成半透明 并且完全停止吃食 这时 头胸部都会昂起 口吐思虑 四处寻找 迎茧场所 这样的蚕 就被称为熟蚕 熟蚕就要准备上醋 开始吐丝结茧了 蚕的幼虫期 称为蚕期 春季的蚕成为春蚕 春蚕期 一般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天 夏秋季的蚕成为夏秋蚕 夏秋蚕期 二十三至二十五天 当熟蚕 吐思结茧 四天左右 就会变成蚕蚕 蚕期为十四至十八天 蚕蚕初期的体色是淡黄色的 渐渐的就会变成黄色 黄褐色 或褐色 它们在蚕蚕里 羽化成为蚕蚕 蚕蚕破茧而出 成为蚕蚕蚕蚕蚕蚕蚕的全身布满白色鳞毛 有一对腹眼 以及羽毛状的触角 虽然有一对翅膀 但已失去飞行能力 当它们抖动翅膀 就开始寻找配偶了 一旦恋爱成功 就开始交配 交配时间持续三到四个小时 这时我们用肉眼观察 容易分辨出蚕蚕的雌雄 雌雄的体型比雄雄大 它们交配结束后 雌雄开始产卵 一头雌雄可以产卵 四百至七百粒 这个阶段 只有十天左右的生命 它们不设时 而是用尽生命最后一刻 来完全延续 桑蚕蚕一个世代 寿命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十至八十天 但是它们吐出蚕丝 成为可供人类利用的宝贝 印证了唐代史人李商隐的深刻描述 春蚕到死 丝方尽 蜡锯成灰 泪是干 先了解再养殖 广西是中国桑蚕业较为发达的省区之一 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养殖历史 这里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下面我们就请一位桑蚕养殖的技术专家 来为您介绍一下可以借鉴的养殖模式 通过小蚕共浴室饲养 再分散给农户饲养 这样的养殖模式 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它上缘的话 那就是保护比较好 第二个的话 它掌握的技术的话 就是说比较熟练 第三个的话 它设备比较好 它这个厂房还有工具 都是做用的 第四的话 就是说关键是在消毒防病 做得比较到位 小蚕公寓的话 它因为把小蚕体中饲养 所以说它分担到每一张厂里面的 这个成本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了解了科学的养殖模式 咱们再来看看 对残房以及室内设施 有什么要求 残房选择在开阔干燥 通风良好 临近水源的地方 残房通风换气要方便 容易调节和保持温湿度 光线良好 还需准备残架 残扁 残网 方格醋 以及消毒设施等 残是非常喜欢捷径的动物 在养残前 要认真打扫残房 认真消毒 残剧也要认真清洗 再放到太阳下暴晒 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桑叶是残的天然石料 桑叶中含有水分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 是残生长发育的营养来源 南方规模化养残 一般在冬春季种桑 三到四个月就可以采摘桑叶了 到这里养残前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就可以进行残种催青了 在全国不同的省区 一般都采用小残供育式饲养的方式 供育式专业户 需提前到当地残种厂 购买优良的残种进行孵化和小残育域 303就可以出售给农户 进行大残饲养了 供育式专业户将买回的残种 存放在干燥的地方 在适宜时间进行孵化 残种的孵化也称为催青 在残种相对稳定的温湿度条件下 胚胎发育正常 可以在预计时间内孵化出乙残 催青时先将残种纸打开 挂在室内通风 根据广西当地气候特点 春残从3月末开始催青 催青时间为10至11天 下秋残6月中旬是最佳时期 催青时间为9到10天 我们以下秋残为例介绍 由于自然温度较高 第一天到第7天 催青时的温度保持在25至28摄氏度 湿度控制在80%左右 如果温度过高 可以在地上撒水降温 此外需要定期检查残种变化 到了第8天 有20%残卵 可以看到一端有小黑点 称为点青器 需要进行遮黑处理 进一步促进残种 孵化蒸气 将残种纸剪成适宜的尺寸 把卵粒朝下放 包在干净的纸中 最后再用黑布盖在包好的残种上 随后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屋内 一直到第10天早上5点左右 截取黑布后 进行人工补光 15平方米的房间 用25瓦灯泡照射3到4小时 促进乙残孵化整气一致 通过催青遮黑等措施 孵化率高达98%以上 在早上8到9点开始收益 收益就是把刚孵化出来的乙残 放到残扁里开始饲养的过程 收益时 把残种纸一张张分别放到残扁里 把包在残种外的纸打开 这时可以看到 乙残密密麻麻分布在纸上 然后为它们准备桑叶 需要机器粉碎后 比较细小的桑叶 乙残容易涉食 将桑叶撒到残扁里 厚度约为一厘米 接下来就到了残期四育阶段了 这一阶段通常分为两期 小残期和大残期 这两个阶段的生理特点都不一样 管理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别 一灵残生长期是三到四天 休眠期是一天左右 饲养密度为每盘残扁三万条左右 在生长期 它们吃的桑叶还有一定的讲究 总的原则就是说 小残吃嫩叶 而且就是那个大残的话 就是吃比较老一点成熟的叶子 这些叶片需要机器粉碎后 才能进行投喂 每天要喂四次 在上午七点 中午十一点 下午四点 晚上十点 每盘残扁 每天被椰量在一千克左右 撒桑厚度约为一厘米 在四育期间 根据小残的生理特点和习性 需要在高温多湿的环境下 才能迅速生长发育 利用塑料薄膜防干四育 可以在残扁内 营造一个适宜生长的潮湿环境 湿度在90%左右 并且也防止一片干枯 残房的温度控制在27摄氏度左右 温度过高时需要人工调节 此外 每天定时 打开排风扇 排气通风 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在这期间 因为一灵残的抵抗力弱 为了防病 要在残体上 撒湿消毒药物 使用小残防病一号 根据使用说明 每天或隔天一次 这种药对于小残常见的病害 都有预防效果 撒上药粉后 投味新鲜桑叶 撒叶面积 要比残座的面积大一些 有利于之后扩座 降低密度 再盖上塑料薄膜 一灵残免起后 一直到第二次休眠 为二灵残 二灵残生长期是两到三天 休眠期是一天左右 这个阶段需要适时除沙扩座 也就是清除残分 以及分盘降低密度 先把两张网目规格为三毫米的残网 铺在残上面 再把桑叶均匀洒到网上 我们静静等待一段时间 看到了二灵残爬到新鲜的脏叶上 迅速吃食 你看 它们吃得美滋滋的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几乎所有的二灵残 都爬到网上面了 这时 饲养员就把两张残网上的残 分别放到干净的残扁里 将原来的一盘分为两盘 饲养员再将残均匀摊开 为二灵残生长留出足够的空间 然后还要把残扁里 剩余的饲料和粪便清理干净 除沙可以保持残座清洁 防止残病传染 在二灵残饲养阶段 也是每天喂四次 不过食量比一灵残大了许多 撒丧厚度约为两厘米 每盘残扁 每天喂野量增加到两千克左右 这些足够的草业任由它们取食 也使小残们可以快速成长 207 残房温度控制在26-28摄氏度 湿度控制在85%左右 与一灵残器相同 还需要进行残体消毒 按照说明 撒湿消毒剂 三氯疫情尿酸 可以防治小残疆病 此外 每天都要打扫残房 保持干净 每隔一天 用0.5%有效率的漂白粉溶液 喷洒地面 进行地面消毒 饲养员每天要定时检查 它们吃食 活动情况 当二灵残休眠时 可以看到它们体色偏黄 体型缩短 头胸抬起 嘴巴收缩 当90%以上的残 都是这样的体态 这时就要撒一层石灰粉 可以刺激少量不眠的残 停止吃食 并且也可以降低残体 以及空气的湿度 让它们休眠时感到舒适 休眠期 室内湿度仍然控制在 60%至70% 还要及时打开窗户 排风扇 通风换气 当二灵残连起后 进入三灵残期 三灵残生长期是三天左右 休眠期是一天左右 这阶段管理与二灵残基本相同 不同的是 采摘桑叶变为从顶牙鼠地 五至十五片叶 这些叶片嫩绿色 有光泽 每天投胃四次 撒桑厚度 预为三厘米 每天每盘残扁的 胃液量增加到 四千克左右 这些叶片 口感细腻 符合 三灵残的口味 那么 在供寓室 饲养员的精心管理下 小残已经长得 壮壮实实 就可以出售给农户 进行大残饲养了 大残期是第三次休眠期到老熟上醋的残 也就是四到五灵残 这个阶段 大残没有小残那么娇气 管理也较为粗放一些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农户大残饲养 大多采用地氧的方式 农户在养之前 可以在残房内 撒石灰粉 进行焦毒 之后就可以把残 放到地上饲养了 放的时候要轻一些 避免残体受伤 还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最主要的还是防止高温 这个残的密度 不能够放得太大 一个平方米养残 最多也就是一千头这样子 如果密度太大的话 它这个残 一个都是比较容易 相互乍上 相云一般的这个场地 一般四菱残生长期 是四天左右 休眠期是一天左右 大残期设施量大 采摘的桑叶要随采随运 放到塑料袋中保存 避免阳光直射 之后 桑叶放入住藏室的时间 不能超过两天 以免桑叶不新鲜 变质 四菱残是残体生长 过渡到丝线器官 分泌丝织物的转折时期 如果营养不良 会影响吐司的产量和质量 那么 喂的桑叶要质量好 并且新鲜 每天早中晚 各喂桑一次 不用切碎 直接投喂成片的桑叶就可以 大残从形体 体色 生理机能上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都与小残期不同 大残期间 最重要的就是 加强残房的通风换气 他们喜欢干燥的环境 对高温 高湿的环境 抵抗力弱 每天开窗时间 在八小时以上 加强室内空气流通 温度控制在 二十四摄氏度左右 湿度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到了五菱残 生长期是六天左右 这阶段的管理 与四菱残基本相同 不同的是 五菱残用丧量 占到整个残期 用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合理喂丧 提高丧业效益 是关键 具体操作是 两头紧 中间松 就是第一至二天和第五至六天 喂丧量要严格控制 以达到下次喂丧时 已经吃光为宜 第三到六天要增加头喂量 让它们充分吃饱 这些大残们 发育到一定程度 到了五菱末期 也就是熟残阶段 它们食欲减退 胸部成半透明 头胸部抬起 并左右摆动 到处寻找解碱的地方 这个时候 就要适时上醋 上醋是将熟残放到醋具上 让它们吐司解碱 那么就以方格醋为例 做详细介绍 到了熟残上醋的时候 残房内的方格醋 降低到离地 约两厘米的距离 采取自动上醋 上醋的话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要保持 那个住中安静 不要强的声音 吵声的话干扰 第二个就是 还是要保持那个空风 到时候那个碱子才好 但是也要避免那个强风磁吹 第三个的话就是保持那个 光线柔和 避免那个阳光啊 或者是强光啊 止于照射 因为熟残对光线很敏感 如果光线明暗不均 残密集在暗处 使局部密度增大 造成两头熟残 共同吐丝做一个碱 成为双弓碱 出现这种情况 要把它们分开在单独的方格内 通常每平方米方格醋上 大约有156头 你看 它们已经进入状态 刚开始 它们会把丝吐在醋上 形成一个松软的碱丝层 之后 以S型方式吐丝 渐渐形成碱的轮廓 这就叫做解碱1 当碱1形成后 碱内空间变小 残体变成C型后 继续吐丝 当残基本做碱后 就要把方格醋升到 屋内离地高于1.3米处 随后 把地面的粪便 残渣都打扫干净 促中管理就是 残结碱后 到裁碱之前的过程 这期间的管理 目的在于提高残碱的质量 促中空气流通十分重要 空气新鲜 可以减少死龙碱 和不节碱残 更主要的是 排除湿气 提高 碱丝品质 尤其是在高温多湿天气 此外 促中温度保持在22至25摄氏度 湿度保持在60%到70%为以 在上促节碱后第6到7天 就是裁碱最佳时期 这时碱成色最好 并且有利于碱和涌的加工 这是残农们大丰收的时候 可以看到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都在忙着裁碱 让我们感受到 相见淳朴残农们忙碌的身影 都是满怀收获的喜悦之情 他们挑选那些颜色洁白 发育饱满 碱衣蓬松的碱 剔除死残和刺碱 裁碱时 他们小心翼翼 轻拿轻放 然后放入清洁干燥的塑料袋中 把碱送到收购站 或者骚丝厂出售 桑残养殖传统古老而神秘 古人用他们的智慧来驯化野餐 今天我们用科学来利用蚕丝 从古至今 桑残养殖没有多大变化 养残人依然遵循着自然的法则 来为我们带来最天然的织物 同时也让我们最美丽的丝绸 能够远远流长 好了朋友们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